台上或者現在那些人 包括那個台中的那個女人的名字 盧秀燕 你都可以不知道有什麼事情發生的 但是現在在這一刻 就是我們最重要的 有什麼事情發生的 可以怎樣 希望民進黨也吸取教訓 做事做得好些 國民黨他也要 他老是先退下來 什麼退下來 那些年輕人要拯救他 阿正在吃什麼呢 我明天上市的 就是我們的加拿大雀蜜糖 很厚肉的 整條粒 整條粒 他一包就做好所有 去骯髒 即是啤水解凍 60-30秒 我們今天用清水綠 放涼了 而且純粹點豉油 我自己吃下去覺得OK 現在欠了一樣東西 就是什麼 應該要切一下 我覺得太大粒 是啊 很噁心 要切一下 要切一下 是啊 這樣就很划算 九塊九塊 一條 什麼 五條 加拿大醬蜜糖 而且不小的 OK 你吃下去也會鮮的 是啊 我都說我今年新春 我沒辦法了 真的要和大家死過 因為為什麼呢 喂 居民一田都要收皮了 真的是縮小 是 一田 你在沙田 你就老沙田 阿正 民眾黨參選台中市第一選區的立委蔡壁如 選後退出多個民眾黨的群組 對此蔡壁如表示 因為選舉成立太多群組 選後做整理 所以退出一些群組 不會退黨啦 畢竟我還是台灣民眾黨的議員嘛 退黨也不符合我的 我的個性也不符合我的人設 蔡壁如強調 她是退群不退黨 但還是引發外界的揣測 因為台中市副市長王玉敏 選上了國民黨不分區的立委 即將回到立法院 外傳盧秀燕找她來當副市長 讓蔡壁如覺得有點為難 這個政治人事決定 對我來講有點沉重 因為我去接這樣的一個職務 對整個黨內來講 我覺得可能衝擊會比較大 所以這個是我必須要去考慮的 我可能會去 緩拒這樣的一個職務 我想畢如解釋 台灣民眾黨很重要的資產 有聽說就是 他有可能會被盧秀燕嚴覽 去當副市長嗎 我們不要針對聽說 這種假設性的東西 去做個別的彩測 這一次選戰 盧秀燕大力普選 成功翻轉台中市的立委席次 從藍綠2比6 變成了6比2 盧秀燕成為藍軍的新公主 尤其他力挺蔡壁如 挑戰民進黨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 差一點就翻盤 選後是否找蔡壁如加入市府團隊 擔任他的副手 盧秀燕話沒有說是 市政工作不會考慮選舉 也不會考慮政治 選前盧秀燕拋出立委藍白河 成功打贏台中市的立委選戰 選後會不會延攬民眾黨的蔡壁如 加入市府團隊 備受各界關注 民視新聞李昆襲 余壽生 台中報導 大家都說盧秀燕這次在台中 是選得相當的不錯 尤其是在一選區 蔡壁如雖然沒有成功的 拉下對手蔡其昌 但是蔡壁如的得票率嚇死人 以前蔡其昌的得票率 都是六成多 這次說一點點而已 都說副市長要給蔡壁如 盧秀燕之前已經講話了 考量市政會跟選舉脫鉤了 不會有相關 那現在確定兩席的副市長 會是賴市會還有鄭兆新接任 就是盛傳的蔡壁如 目前是沒有 但當然所以要趕快要告訴大家 免得這個消息再滿天飛 來